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31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蒋文杰 首先带你来看到 为了要庆祝93军人节 荣耀93由我国军进军活动 由花莲县政府协同花莲县军人服务站 今天下午在县府大礼堂举行记者会 而县长徐正伟在民政处长的陪同下出席 并由县长徐正伟代表制赠麦当劳餐券 给近万名驻守花莲县三军部队的官兵 感谢国军报家卫国的辛劳 并由陆军花东防卫指挥部副指挥官卢少将代委受赠 现在选会表示 在明年三集的进军活动当中 与国军弟兄姐妹们有相当多的接触 对国军安定社会而努力表达感谢 同时欢迎政府也特别重视国军退役后的生活规划 每年都有进行安排各类第二专场教育训练 无非希望能够借此教育训练 公布国军弟兄们的职业相爱 无论是台风地震风灾的时候 我们有相当多的国军弟兄 在我们只要发布一台风警报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后子部花房部就已经开始 开始进驻在我们的栽放中心 尤其是也这个部分会被援在我们各乡镇公所 所以我要再次跟我们所有的乡亲以及所有企业界说明 其实军方在地方政府跟地方政府的合作是息息相关 所以今天为什么会让陆海空 我们所有代表人都来这里支持 就是告诉大家其实在花莲 我们可能平时看不到这么多的穿着着军服的我们的弟兄姐妹 但是我们却可以在九三军人节的前夕看到我们所有在花莲 在台湾守护住这一块土地的我们所有的军人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军事活动麦当劳餐厅虽然也是受在乎 能获得杨正道董事长的支持 自证餐券给在地官兵 充分展现居民一家青年典范 董事长表示回想在外岛服役的情况 深感国军兼负责保卫国家重任 因此号召社会各界给国军弟兄们鼓励 让国军来自民间的力量 8月31号到9月17号为止 国军只要穿着军服持餐券到麦当劳 就可免费兑换套餐一份 包含主餐汉堡 薯条或是沙拉以及饮料 记得节奏关注到